快报警救机枪 妈 机枪没有中枪了 不信你看看嘛 没事 没事 妈 你看 我没骗你们 可是 他明明中枪了 你们演的真逼真 这是你们的酬劳 谢谢 走啊 谢谢啊 原来是空爆弹 都是你手导演的 没错 是我是个天才导演 那个真逼 是不是真的爱我 连我姐姐你都能够 不顾心命救她 可见你是真的爱我 我跟她已经决定了 不管任何反对 我是决定爱你爱到底了 我的想法跟你刚好相反 从现在开始 你和我之间全部结束 你另外找一个 能爱你爱到底的男人吧 我时将已经出现了 我信心 内侣 你不必要 你会说 你不必要 像你妹妹 贤心 你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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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追回来,好好再骂他几句 顺便给他几圈几脚出出气 人家骂你是对的 跟人家谈情说来要用心去起来 哪有演一场戏来似的 万一伤到你姐姐 你回去怎么跟你爸爸交代 还不趕快开车送姐姐到医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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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季强还蛮性格的 没想到季强还蛮性格的 一点都不怕得罪我们大小姐 一点都不怕得罪我们大小姐 公事长,这里有份司法官训练所的公盘 希望你能够帮助他们联系课程 按利演练 好,你再打个电话 电话到司法官训练所 询问他们还需要些什么 不用打电话了 司法官训练所的学员 已经在外面等了 好,你请那位先生进来 他不是先生 而且您还跟他认识呢 季弥 我们司法官训练所 已经选进贵饭店 半年多前控告偉门公司 毁谤罪的官司 作为安逸的实习教材 所以冒昧地希望副总的事长 来提供贵饭店的场地 让我们做农医调查 那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个案子 这官司不是你替我们副开党赢的吗 走走走 因为我一直怀疑 富海饭店不久获得一场火警 很可能是地下室餐厅 处罚电话板不可规定才引起的 我需要以检察官的身份 再进一步做深入的调查 当然必须获得你的同意 我为什么不同意 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 消除你心中对傅凯的不信任 好 欢迎你随时汇通各建管处 还有消防单位来做安全检查 也好证明富海在我的经营之下 绝对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 谢谢你帮我完成实际的课程 我们这天难道只有公事课谈吗 我记得那天在海边 那你哥应该记得你在海边曾经说过 今后我们的未来很可能会背道而驰 会越离越远 目前我只希望能专心地完成 司法官训练 我先告辞了 喂 我找尔文 你是谁啊 你是新来的工人啊 告诉他我是他妈 什么 他交代过 他没有妈 好 那你告诉他 我也没他这个儿子 叫他改名字 叫孙悟空 就当我没有生他 他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敲什么敲啊 没这么多规矩 要进来就自己进来 我这可是冷宫啊 像你这样被傅昌热乎乎搂在怀里的焦焦 可别在这儿动坏了 我是听阿军说 金华姐姐要在今天一天都不下楼吃饭 所以来看看金华姐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我怎么能舒服啊 我去看尔文 他很心地把我给撵出来 我打电话 他又交代工人说 他没有我这个娘 我 我 小声一点 傅昌丁姐姐快回来了 我怕什么 就为了同情他 我儿子连我这个亲娘 都喊到骨子里去了 我儿子拿我当仇人 我 我活着干什么 金华姐 维他命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 这是哀眠药 装在维他命的瓶子里的 你不信啊 我就吃给你看 不过 你可不要救我啊 我只是让你在尔文面前做个证人 让他知道啊 我是被他给逼死的 我不吃 你还以为是假的 金华姐 这个安典药跟医生 你还跟我的一样 是真的安典药 你让我吃 我死了 好了好了 你到底要怎么样 再拿它去 待会等傅昌丁姐回来 就不可收拾了 第一 我要你马上去找尔文 希望他不要给我傲气 第二 千万将他不能为求医生安 把真相相符上给抖出来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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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点我都做不到 因为尔文现在根本听不见任何诀 那我就死了算了 我就死了算了 你好了 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答应你再去试试了 你放心 尔文啊 他会听你的劝 单凭那一天 他宁可在傅昌面前为了袒护你 他硬说自己一直喜欢你了 我答应你再去劝尔文 是因为傅昌真的喜欢尔文这个儿子 我真的不敢想象 要是傅昌知道事实的真相 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 想到你对傅昌做的事 我真后悔不该拦住你吃掉这瓶药 所以我希望你在傅昌有生之年 能够尽你所能地做个好妻子 向傅昌赎罪 原来这是真的安眠药 这一瓶才是假的嘛 假的放这瓶 这 我知道了 进来 大 早有事 刚才方律师来电话告诉我 说你居然答应那个姓殷的女律师 到我们的餐厅去查我们的天花板啊 是这个样子 英文呢他现在已经不是律师了 他正在司法官训练所受训 一年之后 他将成为政治的检察官 他要求将过去替我们打赢 伟伦公司那件案子 拿出来当做司法演习课程 你忘了 我们餐厅的天花板根本不合格 经不起查 更经不起什么鬼演习啊 就因为如此 他更要在他成为政治检察官之前 消除他心中对我们的疑点 所以我已经坦然接受 我认为这样子会反而让他觉得 我们天花板一定没有问题 否则的话 我们怎么敢继续让他再查呢 不管你怎么说 我还是不准那个鬼丫头 到我们店里去惊风作浪 不是 爸 我已经以傅凯的董事长身份 正式回派被法训说 我答应他们 非常乐意协助他们完成这次演习课程 爸 我这个董事长 总不能出尔反尔吧 不错 不错 你现在是董事长 样样事情 都是由你全权做主 可是有一样 你做不了我的主 现在 你给我滚出去 滚 我看你还能做得了多紧的蠢 这种事我来你歇会儿吧 不要烦我 你去休息 去休息 你不应该来这儿了 我来 是因为你母亲认为 或许你会听我的劝 她有点求你来劝我 缺我什么 缺我不要怪她 反而感激她 把我这被剑的死生死 生回十家的继承人 你再跟你母亲怨气下去 这个秘密一定保不住 你母亲已经在抽屉里 准备了一瓶哀眠药 昨天她就当着我的面 打算把药吞下去 她犯了症不可原谅的错 难道我连恨她的权利都没有 因为她是你最亲的人 或许你唯一的选择 可能就要原谅她吧 少爷 董事长来了 她正下车 我告诉她你在这儿会儿 不能 她这么冷了 在这儿 你随便找个理由 别让她找到这儿 快去啊 好好好 你先抢钱 快 不要抢官 我要见我儿子 小心点 二温 二温 我总算找一个人 瘦一瘦一肚子的窝囊气 二温 我再跟你说话 你连问我一句 老爸受了什么气都没有啊 可是今天很忙 有时赶店再聊完 干 干 王八蛋 你在我面前也摆什么架子 难道你也变成那个董事长了 爸 你先进房 等我把草出好我就进来 出好再进来 你混蛋 我要不是月香 我一手栽培的盛阳 居然对我发号施令 我才老远地跑这儿来找你 希望你跟我说几句好话 让我心里舒服一点 你 你就会伺候你的畜生 我看我不是你老爸 那这个畜生才是你老爸 你才乱发牛皮 不讲理呢 我恨不得一刹 刹死那个生涯 这道刹死你真不想死 爸 我一天 好 你要是真在意你老爸的 你现在马上给我收拾衣服 马上回家 跟我一块对付生涯 爸 先把刹子放下 我没有一个称我心的 我恨不得全插死你们 你给我走开 我插死你 我插死你们 我插死你们 爸 你别再插了 你出来吧 听求你了 我看他走开 你去把刹子放下 你把刹子放下 你去把刹子放下 你什么黑锅你都背 你不是说 是你喜欢他的吗 那他为什么会在这 好 他要是不喜欢你 他会到这儿来 他真正背黑锅的不是我 是他 耳闻别再往下说了 我不要你再送冤枉 送别害死 大家好 你们两个人还真是两情相悦 这样 你跟我儿子的无耻障 我没脸在这儿跟你算 你给我回家去 回家跟你算 走吧 爸 你别忘了三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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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别忘了三级了 你说什么怎么会害死你爸 给你妈 带着你 走 你给我走 爸 你别忘了三级了 爸 不是 我再给你最后变白的机会 我再给你最后变白的机会 是你勾搭耳闻 还是你们两个都你请我愿 我也算是耳闻的母亲 耳闻不会对我有不正常的感情 我不更不可能做出违背伦常的事 你为什么去看她 看到了我 你怕看到我 我是为了金华姐 关金华什么事 使你背着我勾搭我儿子 关金华她什么事 当然跟我有关系了 我是希望耳闻回家 留在富凯帮忙 耳闻 那个脾气坠得像头牛一样 我只好请雨慈去劝劝耳闻了 好 就算你帮忙劝耳闻 干嘛见到我你要躲到苍苍 那是因为 因为耳闻是一定不肯回家的嘛 那雨慈又怕你听到 又引起父子冲突嘛 没人问你 又不是你偷人 关你什么事 真是什么 哎呀 富昌啊 你 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嘛 你请雨慈进门的时候 你不是一代交代我们 你要以姐妹相称吗 所以 我不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你 冤枉雨慈妹妹呀 关上你的收银镜 这里没你的事 把人给我滚出去 你要不要收银子 我就烦要你勾引耳闻 我找你 让你去 说我父昌这么出弹子 早会叫你 早点出门 你少给我加词音 你给我走 快走 唉呀 富昌啊 你可别憋急了他 他真的会去倒贴小白脸的 你 这个 我最后一次问你 你跟二文之间 到底是玩真的还是假的 你问得出来 我还答不出来呢 附上在发什么脾气 是啊 发现在什么在意啊 我们急着知道楼上发生什么事了 你在演哑剧啊 什么哑剧啊 把那个白红新进门啊 就注定的是咱们十家的悲剧了 大小姐啊 你又摔杯子瞪我 好像我说错了话 冤枉白玉慈似的 那个白玉慈啊 一对勾魂眼 别说耳闻了 他对圣雅背地也不放过 到时候你坐在轮椅上 一点还击力都没有啊 你在兴风作浪的 我不只叫你坐轮椅 我叫你坐电椅 玉慈犯再大的错 由我来定着他的罪 轮不到你 玉儿 你不要哭嘛 你是不是帮一次求亲 爸也不想罚他 给他 …… 老师 你不想罚他 我 你不想罚他 但他不想罚他 哎呀,耳如懂什么嘛,他哭 说不定是轮椅坐久了,这谁坐久了 屁股都会难过的想哭嘛 你这脑袋简直就像个屁股 除了放屁,还是放你妈干屁 耳闻少爷在外面吵架近身声 耳闻少爷还通报什么,让他进来 可是二太太交代过,别让耳闻少爷进来 哎呀,是啊,我是怕你在气头上 耳闻又惹你生气 所以我就不让他进来啊 叫他走,我不要见他 妈想撵他走 好好好,我去撵他走 哎呀,谁叫他是我生的呢 这养子不叫什么锅的 哎呀,这古人说啊 这个锅的意思呢,就是不要责备给儿子吃饭 来,给我 二姨真是越来越有学问了 我娘子不叫,谁知锅改成锅 说得比古人还学问 爸,我一定要见爸把一切说清楚 有,你为了那个不相干的女人 就连妈的死活都不顾了吗 你该不会真的爱上那个白蛇精了吧 只顾自己脱罪害得别人不清不白的是你 你爸的个性一定会把他打死的 我一定要替他洗经愿望 可文 哎,也不怪你啊 因为你根本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难怪不了解你那色鬼的假爸爸 他再气白语痴啊,也舍不得碰他一下的 要是换作我啊 他要是知道了丝毫真相 他准会自己做把电影 就在家里把我给处死刑了 尽管放心 白语痴啊,现在是你爸爸的心肝宝贝肉 他怎么可能受委屈呢 你放心 只要秘密保住 他那么帮我 妈不会害他的 你快回去吧 我答应你 不会让傅昌冤枉他的 我还进去了 不然傅昌会起疑的 好